所以我等於把他當我的傳人一樣 所以他也可以說好像是我的小孩子一樣 這連他父親都不會知道 所以有時候有時候開玩笑說 你愛你老婆這樣 我說我更愛我的孫子 因為孫子是我跟我老婆共同的愛 因為我跟我夫妻 我們兩個像我老婆大我幾歲 我當時為什麼講這個話 因為我有依賴 我一生都沒有自主 為什麼我又出了跑步 我其實我都沒有自主性 我一生為誰忙 我曾經在軍中拿過國情英雄又怎麼樣 這就是我一生來講 跟我環境有關係 因為我從小我父親 我父親就是打罵教育 然後我從小其實我的體能很好 是可能有時候開玩笑說 因為我以前送報紙 人家是騎腳踏車 現在是開騎摩托車 我以前在國中的時候 我就跑步送報紙 所以有時候兄弟都笑我說 你就是以前練出來的 因為送報紙你知道說 每天不管光下台語 你就是要去送報紙 你也被我請假 所以那是我一個重要的人生過程 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貧富 然後我們就想說我要獨立 因為我老爸就常常滾出去 因為我老爸我爸爸愛喝酒 所以他常常就會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人格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基本上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的一生來講 我到五歲才達到我真正的自我 我到四十九歲差一年 我沒有去美國 去到美國那個公園 我小時候一年去未來的 因為他跟我同歲 所以我就去美國 我就覺得我 因為當時也沒有環境 給我去美國 因為我老闆他也不知道 我要逼什麼 他不會去管我說 你要跑什麼賽事 所以我要講成這樣 就因為這個節目是我的專方 就是說第一次 我現在把我的心路以前都講出來 因為我的孫子跟我結緣的話 我沒有其他想法 因為他就是我的孫子 不然他又長大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爺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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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是小一 他慢慢懂了之後 他跟高小孩 玩來吵架的時候 他說 你不是我爺爺 我不知道怎麼面對 所以我 我告訴我自己 就算他這樣子 我 因為我是軍人出來 我有時候對他才嚴厲 小孩子不能對他才嚴厲 我從小時候把他 因為他學習力很夠 我後來會把他視同 好像 好像我要他怎麼樣 後來我想到 因為操保是對我幫助的 我們不能引導 我們教育 我們不能依我們的思維去引導小孩子 所以當初他有時候要激怕我 後來慢慢我懂得愛他 因為我懂得愛他的時候 我要用對方好 所以我為什麼說 我們其實需求越少 教育很重要 我以前沒有受到好的教育 因為我以前 就好像我不會英文一樣 我從國中就討厭英文 因為 我從來沒有一個好的學習環境 所以我就措施掉 我不喜歡的 我都 人家永遠沒辦法強迫我 我喜歡的 人家也沒辦法阻止我 這就是我 可是我今天 我50歲了 我還要這樣做嗎 所以我現在 不是說我 我有時候想說 你那麼偉大 我看到別人 我 我絕對不能營養 不能勉強別人 我可以做 不管是說別人 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我只有 告訴我自己 我有一種回憶 當初軍人的時候 我可以引導 我不要以我的想法 去決定別人 因為別人有別人的生活 我說我絕對不是最強的 我是隱隱者 我跟人家跑步 我就是漫漫步 為什麼漫漫步 我只是比你們勤勞而已 因為我有時間 老闆給我時間 我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跟你有什麼差別 我慢你們半步啊 我是多一點時間 情人補助 天道出勤 這都是古有明信 我知道這個道理 我去做而已 所以我想足跡真理 真 就不用去跟人家爭 真 為什麼 是你的 永遠是你的 可是真的是你的嗎 不是 我每天很累 我每天跑也會累 我只比別人多一點放鬆 我多一點時間可以休息 別人要上班 沒辦法休息而已 所以我常常跟我老闆講 要從事一個運動 沒有那麼容易 可是 你不能因為 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要自己解決問題 所以他給我多跟少 我要自己解決問題 只是我今天懂事了 我今天知道 我不能靠別人 因為沒有人代替你跑 今天跑是我的責任 其他都是多的 人家就可以幫助你 也可以不必幫助你 所以超跑這個運動 真的讓維銘對人生思考了很多 好多人生的體悟跟智慧 不過後面也很靠劉老闆的支持 那聽說你除了金錢上支持他 精神上也非常支持他 甚至還進錄音室去錄一首歌 主題曲 送他是不是 就是為了鼓勵他 唱了這首歌 人生就是 怎麼會有這樣一個想法說 為了要鼓勵他 決定要幫他寫一首主題曲 其實是有別人建議 但是我認為是一個不錯的建議 只是一個鼓舞 也不只是他一個人的鼓舞 是希望所有人 只要有求上進的人 願意跑步的人等等 都可以受到鼓勵 希望大家為這個所謂的運動 付出還有努力 所以老闆的鼓勵真的很重要 因為對文明來說 明年2015年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 人類史上最長的距離 5200公里 你有沒有信心 我只是告訴我 人生的目標我找到了 然後我能做 以後肯定了 肯定了我 就是肯定了我們整個 所有人幫助過的人 你們做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共同完成的 就是我 我記得應該是這樣 所以聽起來看是有信心 因為他是 背負著所有人的期望 要去完成的 今天文明也特別穿了一件 這個豹紋的衣服 因為文明有這個 台灣雲豹之稱 這是劉先生給他的綽號嗎 可以這麼說 其實是 我們想到說 關聯性 當時想到的是 台灣的雲豹 確實是很稀有的一個動物 而且是蠻珍貴的 他的個性就很下個問題 所以就把它聯想在一起 有夢最好 有理想也是最好的 那所有追求 夢想或理想的人 只要你堅持 繼續努力 終於還是會達成